大家好 我是透视中国首席研究员Don 今天我跟大家谈的话题是 武汉瘟疫令习近平面临的政变风险 首先我会讲一下我们观察到的一些派系斗争的现象 在讲这些现象的时候 也会顺便解释一下中共高层派系斗争的脉络 透视中国的会员应该知道 我们在2020中国展望中是这样说的 与2019年相比 2020年中共高层派系内斗将更加凶险 习近平面临着非常高的政治风险 其中我们提到反对派会对习近平进行政变 大家看到目前武汉这场瘟疫非常厉害 在全中国全球范围蔓延 中共用非人道的手段处理疫情 造成民怨沸腾 中共的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那么我们观察到的第一个现象是 1月30号的时候 极左文人北大教授孔庆东 他在微博发出含有隐喻的博文 影射习近平是明朝末代皇帝从政 并且暗示史其将至 后来孔庆东的这篇博文 后来是被那个微博删除了 那么我们看一看他的微博的内容讲了些什么 他是这样说的 大顺军的炮声已经轰响在宣武门了 那么大家知道 大顺军就是明朝末年造反的李自成的农民军 那就是说李自成的军队的大炮已经打到了北京的宣武门 那么也就是说明朝马上就要灭亡了 孔庆东在博文里面是这样说的 朱老师站在太和殿前 那么朱老师当然就是指崇祯皇帝 那么太和殿就是皇帝在紫禁城里面 跟文武百官处理朝政的地方 饶了一遍上克林 一个学生也没来 那么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官员来上朝 那么崇祯已经就是重办清理 那么他接着说老朱知道该下课了 那这个很明显就是说崇祯知道自己要下台了 那么在博文里面他是接着这样说的 他收拾好讲义从宣武门走出去 来回溜搭了两圈 然后登上梅山 那么这个就很明显的 就是指崇祯皇帝从紫禁城的北门 那个宣武门走出去走向后面的梅山 那么了解历史的都会知道 崇祯皇帝最后是在梅山上 那个上吊自杀的 孔庆东这样写 缓缓看了一阵自己天天讲课的校园 那么这里就是指崇祯皇帝还留恋自己的江山 然后他还说 满天的雾云都沉默着 等待覆盖他最后一句正在酝酿的留言 那么这里就很明显就是说 这个民怨就像乌云一样盯着崇祯皇帝 就等着他讲完最后一句遗言的时候 就会造反推翻他 那么孔庆东在这个瘟疫爆发的时候 突然用这种隐喻的方式来嘲讽那个崇祯皇帝 那么很明显他就是说 因为农民造反 那个明朝就丢了江山 然后崇祯就要在梅山上吊了 那么大家知道农民造反 那不就是因为民不聊生 民怨冲天对吧 官兵民反吗 武汉这场瘟疫 现在大家也越来越看得清楚了 这很明显就是一场人祸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宁也说漏了嘴 他说1月3号开始就向美国通报疫情 那么大家很清楚啊 那么中共是什么时候公布疫情的呢 它是1月20号 那么大家还应该知道 在1月1号的时候呢 那个武汉的公安还抓了8名讨论疫情的医生 那么想一想 整件事情就是中共的一场人祸 那么孔庆东在这里说 这个隐喻的时候 那不就是说这场瘟疫引起了极大的民怨 甚至会让宪政权下台 那么孔庆东的这个隐喻 那它是针对共产党呢 还是针对习近平呢 那么我们只要翻一翻孔庆东的历史 那就一清二楚了 那么孔庆东呢 他是孔子第七十三代的孙 但是他却最推崇的是左派作家鲁迅 推崇北韩的制度极端仇视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一个大毛主 那么他在那个薄熙来主政重庆的时候啊 孔庆东就极力吹捧薄熙来的重庆模式 那么大家应该知道 重庆模式就是唱红打黑的吧 然后呢唱红歌 然后呢 然后又抢劫了一些民企 那么当时呢就有传闻说 薄熙来曾经给一批毛左许诺 若在十八大后对习近平政变成功 就会给他们封关禁决 那么有传呢 孔庆东可能会出任那个教育部的部长 那么如果还记得中共过去的那些 就是派系斗争的情况 大家应该会知道就是 中共在十八大前几个月 就是三月十五号的时候呢 新华社通告薄熙来被撤职 那么当晚 孔庆东就在他主持的节目 叫做孔庆东有话说 在那里呢 就为薄熙来民冤 孔庆东当时形容薄熙来 被撤职是反革命政变 伤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 他还威胁说 中国必将会陷入 温家宝所说的文革那种动乱中 谁都好不了 可能是玉石俱焚 那么大家想一想了 孔庆东的这种大胆言行 至少说明他跟薄熙来的关系 就是不一般的吧 那么薄熙来周永康 都是江泽民跟曾庆红一派的 那么大家应该知道 习近平最近在签署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之前 就已经重提那个重年自党 又收紧了言论 又拿起了那个反腐的那个刀子 晃来晃去的 那么孔庆东这个时候敢去影射习近平 那么如果他没有一定的把握 没有人撑腰或者是做一些布局的话 我想他是不会冒这样的风险的 那么现在这个局势 从我们的角度看 很像2018年6月 中美开打贸易战之后 习近平的反对派 就利用美国加关税这件事情 用来攻击习近平 就对他进行软政变消权 那么有关这个软政变的这些分析 大家可以上我们通知中国的网站 去查看过去的文章的分析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我们观察的第二个现象是 在2月10号 中国数字时代发表了 前清华教授许章润写的文章 叫做《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 那么这篇文章是从9个方面 去批判中共的专制 然后讲这个中共的专制 是造成武汉瘟疫的根本原因 人祸大于天灾 那么中共政权就暴露出 前所未有的体制性衰弱 许章润还说 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 中共败相已现 到几时开始 那么这就非常明显 就是说民怨冲天 对吧 那么我们再看看 孔庆东讲的那个是什么 不就是明朝明怨冲天 然后明朝灭亡 那么看起来是不是有一点呼应的那种感觉 那么但是呢 就关心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呢 对许章润呢 应该就不陌生了 那么在2018年7月的时候呢 他发表过文章就是 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这个事大家都应该是比较知名了 而且影响也比较大 那么在2019年的3月的时候呢 许章润呢 就被那个清华大学 暂停了一切教学跟学术 又不给他招生 而且还对他进行调查 那么当时外界的普遍都认为 那么这次停止呢 就是因为针对他过去在文章中 公开批评习近平 而且这件事情呢 在海内外是引起很大的反响的 那么也有什么数百人 给他联储声援呢 还有一些西方学者也去声援呢 那么在西方学者眼里呢 他把那个许章润呢 他认为他是对抗专制的英雄 那么我在这里提许章润呢 并不是说他是中共某个派系的人啊 这个我们必须要说清楚 我在这里只是想说 这件事情呢会被反习派 利用来攻击习近平 那么也就是说习近平在体制内 又在体制外都已经失去了人心 很多人都在反他 那么这一点呢 明教授在过去的节目中已经说过了 就是习近平成为那个中共接班人之前呢 是没有明显的派系的 政绩也比较平庸 是那个江泽民跟胡锦涛妥协的结果 那么习近平还没上台 江派已经计划在十八大的时候 对他进行那个政变了 那么安排薄熙来接位 对吧 那么习近平为了保命和执政 那只能够通过加强党的领导 通过反腐运动来夺权 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呢 自由派跟那个改革派呢 对习近平的就是说那些反腐运动啊 他还是有一些期望的 那么习近平也确实有想进行改革的那个愿望 那么这个东西呢 在很多方面就表露出来了 这里我不去细说 那么但是习近平的极权后啊 他发现根本没办法改革 结果就变成了独裁 极大权欲一身 也极怨恨欲一身 反对派就越来越多 那么所以习近平的权力 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强大 那么我们在过去的那个文章中啊 已经解释过了 就是中国所有的问题呢 其实都是政治问题 那么政治问题呢 就是中共的高层派系斗争 而派系斗争呢 又是因为中共的专制的这种制度的必然的惨物 那么习近平你可以看到 习近平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来建立个人的权威 却加强了这个体制 而他想要改革的本身 是不是正是要削弱这个专制才能改革 那么习近平的改革之路就注定就是失败的 那么现在的结果就非常明显 这种夺权啊 这种所谓的就是权斗啊 导致中共的高层的派系更加激烈 而那么这种激烈呢 又让习近平感到权力不稳 越是要加强党对全个社会的控制 结果是两头不适文 成了千夫所指的毒妇 那么作为习近平的那个反对派啊 当然他也会利用一切的机会对习近平进行攻击 前段时间比如前段时间的香港问题啦 那么现在的瘟疫问题啦 当然肯定也会成为反习派攻击习近平的武器 那么我们还观察到 甚至反习派还会打着反共的名义来进行反习 将反共定义为反习等于反共 那么习近平作为中共的党总书记 当然是中共的代表啦 反共当然也会反习 这是很无可非议的 但是我们可以说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50年代的时候啊 就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 西方的左派也曾经是批斯大林 而不批苏共专制 甚至于呢批判共产体制 而不批判马克思列宁 就是这个他们两个就是共产党的主事业 和他们的教义的吧 对不对 有兴趣的朋友 你们可以去Google一下 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那个联合国的那个标志 跟早期初年的那个国徽的设计 是不是很像 到时候你就会知道 这个联合国国际这些组织 它背后的那个因素是什么 那么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观察到 西方真正了解共产党的人 其实真的并不多 再加上中共啊 还融合了中国古代的谋略 再披上孔子的外衣 那就更让西方人搞不懂了 所以呢 西方的媒体呢 也会被中共的大外宣利用 那么反习派呢 同样也会利用这些渠道来反习 给西方的媒体喂料 那么过去我们已经 这从十八大到现在 包括新疆爆料 我们都看到了很多这些现象 我们观察到的第三个现象 就跟刚才讲的有关了 那么最近外媒的报道呢 就指武汉瘟疫的扩散 责任在习近平的独裁 他并没有认识到 这是中共专制的问题 不仅是某个中共领导人的问题 那么说到这一点 我再简单的说一下 中共派系斗争 跟西方逆依势力的关系 反习派的代表人物 就是曾庆红 也是他实力最强的 那么曾庆红呢 他主要是控制着情报系统 还有他掌握了很多的社会资源 因为过去江泽民时代的 孟生发大财对吧 然后呢太子党又经商又搞基金 又控制很多中国的经济命脉 那么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呢 他们就跟华尔街有很密切的联系 和那些利益关系嘛 那么西方的市民呢 其实他还想是重回江泽民的 孟生发大财的时候 所以呢他们是非常希望 那个习近平下台的 尤其是想希望曾庆红 能不能拉倒习近平 再扶植一个代理人上台 然后继续他们过去的捞钱游戏 那么这股西方势力呢 我们也发现 他们也是跟川普过不去的 那么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习近平下台 刘鹤要不要下台 那川普跟中国签的 那个中美贸易协议 那会不会执行呢 那么如果执行不了 或者有变动 那川普他怎么做大选呢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就看见他那个关系 是很复杂的 那么详细的 我们就不在这里说了 而且有些东西也不方便 说得太 点得太透 大家可能也观察到 在2月3号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那么这个会议呢 主要是要求各个部门 各地防疫要服从中央的指挥 但是呢 我们很奇怪发现 报纸央视新闻 对这次会议呢 完全是没有图片 没有画面的 具体也没有说是在北京开啊 还是在哪里开 也没有看见整个开会的场面 但是有传呢 就是同日习近平去了武汉 但是这个消息 同样也没有公开的报道 那么我们除了前面讲的 这些公开信息之外呢 我们还获得了其他的一些信息 那么这些就不方便讲的 那么这个也是显示 习近平有很高的政治风险 2月5号 习近平在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当天下午 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 会见了柬埔寨首相鸿燊 当晚的央视新闻联播节目 播出了习近平与鸿燊会面的现场画面 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 只有播报 还是没有画面 也就是说 1月29日 习近平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在北京会面后 一周后才公开露面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孔庆通的言论 恰恰是在习近平没有露面的第一天 1月30号发表的 所以我们分析认为 习近平正面临着政变危险 由于这场瘟疫造成的民怨很大 对政权 对经济的冲击也很大 反习派就有充分的理由 对习近平进行政变 用中共的话语就是搏乱反正 那么这场政变就不会再是 2018年2019年的那种 只是消权的远政变了 习近平最近没有露面 我们认为他有可能是躲在 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也叫西三指挥署 他在那里进行遥控指挥 防止别人对他进行政变 那么如果我们的分析没有错的话呢 那么在未来几个月 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人事清洗 那么我们在那个2020年的中国展望 也对政治领域的 也做了一些预测 那么有可能会提前获得验证 好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和点赞 如果还想要更多深入的分析 请称为我们偷视中国的会员 鉴于目前中国疫情非常严重 会对中国未来政局有重大影响 我们在Telegram上面建了一个叫做 中国自救的群组 欢迎大家上来发布各地的最新疫情 由于那个Telegram的群组人数 已经有1000多人了 信息量非常大 有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很快就会被埋没 所以我们也建了一个叫做 中国自救的论坛 那么欢迎大家上来爆料 我们共同在各方面探讨一下 中国未来的出路 那么中国自救的群组和论坛的链接 我们会放在视频下面的字顶留言那里 那么欢迎大家上来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那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